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德国有一款坦克从战争初期到战争结束几乎打遍了全场 这款坦克它原本设计目的是支援步兵 并且与专门执行反坦克任务的三号坦克协同作战 不过在战争中表现出非常大的改造潜力以及较为实用的性能 因此在战争中被大规模投入使用 取代三号坦克成为了二战德国一线装甲部队的主力 这款坦克就是德国的四号坦克 四号坦克 四号A型坦克在1938年3月完成了35辆样车 并交付德军做训练用 A型仅有16吨 正面装甲只有30毫米 侧面装甲15毫米 发动机为250匹马力 车速为30千米每小时 成员5人 配备武器为一门75毫米的KWKL24短声管坦克炮和二挺MG机枪 四号A型5辆用于测试 另外30辆用于作战 该型坦克参加波兰战役 法国战役和巴尔干战役 最后一次出现该型号坦克是1941年 闪电战攻占苏联时期 四号B型坦克一共生产了42辆 并交付给德军装甲时参加了波兰战役 该车安装了320匹马力的发动机 变速箱也做了改进 相对A型车动力大大提高 该车装甲厚度从14.5毫米增加至30毫米 武器、悬挂系统等与A型车相同 四号C型坦克在1938-1939年间 一共生产了134辆 大部分参加了波兰战役 该车炮塔加装了装甲裤套 后期生产的坦克约100辆 改用了300马力的发动机 进一步提高了防护与动力 其他结构与装备与B型车基本相同 四号D型坦克在1939年9月完成设计 车重20吨 长5.92米 宽2.84米 高2.68米 车体外形上相对C型车做了一些变化 车体前部与A型相似 驾驶员位置靠前 该行车战前计划生产220辆 但直到战争爆发也未能完成 此车在入侵波兰的实战中 暴露了装甲薄弱的问题 从而使下一型号坦克加大了装甲防护 法国战役D型表现依旧不佳 尤其是在战场上遭遇了英国的马蒂尔达 二步兵坦克 法国的B-1突破坦克 和索马S35骑兵坦克之后 四号中型坦克的表现 只能够用勉强来形容 四号中型坦克所配备的短背镜火炮 根本难以对英法坦克形成有效的威胁 通常来说 其发射的穿甲弹只能在英法坦克表面 造成一个弹痕 原因在于炮弹出速太低 不具备任何杀伤力 在整个法国战役里 四号中型坦克最大的贡献 就是在攻击卫钢防线时 敲掉了那些法军环形阵地上的防御支撑 算是出色地完成了掩护步兵的任务 但希特勒和包括古德里安在内的 少部分将领非常不满 认为原有的坦克火力 不足以应对未来的坦克战了 需要给三号中型坦克和四号中型坦克 都配上高出速的长背镜坦克炮 奈何此建议 遭到了德国国防军力将领的反对 1940年底四号一型坦克投产 到1941年4月 共生产了223辆 该型坦克的重点是加强装甲防护 车体前端装甲换装成50毫米后 加装了30毫米附加装甲 套塔与侧装甲则则加装20毫米钢板 台气口也加装了装甲保护 从而大大加强了坦克整体的抗弹能力 该型坦克配备给德军装甲部队后 参加了巴尔干战役以后的全部战斗 1941年进入北非战场 在与英军坦克作战中表现突出 苏联已经拥有了T34中型坦克和KB-1中型坦克 两款坦克都配备了76.2毫米口径的长背镜坦克炮 反坦克火力远远强于德军当时任何一款坦克 以德国北方集团军群的第四装甲集群为例 他们在拉塞尼埃一带和苏联西北方面军的两个机械化军遭遇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坦克交锋 此战德军被打的晕头转向 第41装甲军军长莱因哈特在事后心有余悸地回忆道 我们此战有三分之一的坦克都是4号中型坦克 并且向开上街道的怪物们进行三方向射击 KB重型坦克 但这根本没有用 我们的坦克像骨牌一样被打倒 德国装甲部队的3号中型坦克和4号中型坦克 在与T-34中型坦克和KB重型坦克的交锋中 不占据任何优势 往往都是依靠近距离绕后攻击 或是空军的禁地空中打击才能解决目标 由于苏联战场上 急需大量能够与苏式坦克对抗的4号坦克 在多家德国坦克生产厂的努力下 在1941年4月至1942年3月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就生产了462辆4号F1型坦克 原定名为F交付给德军装甲部队 后有25辆改装为F2型 这批坦克安装的仍是75毫米短身管坦克炮 弹车体与炮塔的装甲 已实现直接用单块钢板制作 防护能力比过去用螺栓固定的附加装甲得到提高 该坦克为了应对苏联的冬季 对履带做了防滑处理 以方便在冰上行驶 该型坦克有200多辆参加了1942年东线战场的夏季攻势 由于不断战损 到了库尔斯克坦克大会战时 只剩下60辆左右 F1型坦克长5.92米 宽2.84米 高2.68米 车重22.3吨 最大车速为42千米每小时 最大行程为200公里 4号坦克作为战前德国研制的坦克 初始设定就略显尴尬 定位于步兵支援的4号坦克主要武器是24背径75炮 定位于主炮均与3号坦克变种3号突击炮有所冲突 较之而言优点大概有二 更为宽大的车体和可转向的坦克炮塔 但问题就在于德国奉行闪电战 以步兵为主的战斗要求略低 从后续实战而论 伴随步兵作战武器从性价比到实战运用 更为合适的是3号突击炮 而不是4号坦克 4号坦克的人生的转折 出现在T-34危机之后 当T-34拥有宽履带 倾斜装甲和大口径76.2毫米主炮 在这个情况下 德国装甲部队只能考虑 兑现由坦克进行火力升级 3号中型坦克受限于自己的结构限制 无法装载75毫米的长背镜火炮 因此就被淘汰出局 而4号中型坦克本身的结构较为理想 原先使用的也是75毫米短背镜炮 换装75毫米长背镜坦克炮 是毫无问题的 在希克勒的命令下 4号F2型坦克 全部换装了长生管的75毫米 K WKL43坦克炮 其炮口并装了致退器 并换装了新描具 弹药装再量 也从80发增至87发 由于长生管坦克炮的炮弹出塘速度 从短生管炮的385米每秒上升至740米每秒 大大提高了穿甲能力 使用同样的穿甲榴弹 1000米内穿甲厚度从41毫米提高至72毫米 为了增加防护 坦克车体正面下方与正面用铝带板 车体侧部用副重轮做副加装甲 从东线战场上的实战情况来看 德军装甲部队自装备F-2型坦克后 才有了真正与T-34坦克对抗的能力 4号F-2型坦克1942年3月至7月共生产了175辆 此后生产的4号中型坦克 也都是配备长背镜坦克炮的 这让4号中型坦克摇身一变 从步兵支援坦克变成了德国装甲部队的中流砥柱 长生管的4号坦克 精致的外观和实用性已经深入德军士兵的心中 成为德国装甲师的主力 一直打到战争结束 经受了巨大的考验 1942年12月7日 苏军第一坦克军在德军第336步兵师的左翼强度齐尔河 并向德军河岸防御阵地深远后方的第79国营农场推进 德军第11装甲师奉命立即转向第79国营农场 在当时主要还是装备2号和3号坦克 第一批进入第11装甲师4号F2型坦克也只有40辆左右 但这一战却让师长巴尔克将军一战成名 苏军第一坦克军几乎被完全击溃 被击毁的T-34坦克和个型坦克达到120辆 而整个战役结束到掩护第336步兵师突围的过程 一共也损失40辆坦克 并在后续战斗连续击溃了苏联两个军发起合围战斗 到1943年该师累计击毁坦克数量可能在400辆左右 然而德国F2型4号坦克只是个过渡版本 针对实战中发现的问题 并总结4号系列多个车型的生产经验 4号G型坦克的内外结构都做了不少改进 坦克的正面装甲加厚到60毫米 侧面40毫米 套塔顶盖从10毫米增至15毫米 车体前方加装30毫米厚的附加装甲 套塔和车体两侧加装了防护钢板 装甲侧裙板 使坦克面对盟军的八足卡反坦克火箭筒的攻击时 也有了抵挡能力 在1942年后生产的412辆4号G型坦克 还换装了威力更大 穿甲能力更强的75毫米 KWKL48长生管坦克炮 该型坦克炮能在1100米距离内击穿110毫米厚的钢板 是当时75毫米坦克炮的世界第一 直到1943年 苏联T34.85坦克的服役苏联才勉强赶上了 德军4号G型坦克的火力 在生产期间内 G型则生产了1275辆 如果包括晚期换装75毫米KWK40L48型火炮的G型 其生产总数应该是1687辆 而在整个1942年 德国装甲部队就完全依赖这些4号改进型 虽然在1942年已经有部分虎式重型坦克投入战场 但是他们的数量太少且故障停发 因此在战场 德军的主力仍旧是这些4号改进型坦克 在1942年到1945年 不管是东线还是西线 都能看见4号G型坦克的身影 4号G型坦克 可以说是二战德军生产的坦克性能最为稳定 成本较为低廉的主力坦克 到了1943年 针对苏联装甲部队是一变的难缠 4号坦克再次迎来了改进型号 4号H型 这种H型坦克将火炮更换为了一门75毫米 KWK40L48型火炮 同时H型开始装备5毫米后的装甲侧裙板 可以说4号H型是4号坦克系列中产量最大的 从1943年4月到1944年7月 一共制造了3774辆 即便是在虎视和黑豹两款坦克 大量投入的1944年 4号H型坦克都未能被取代 在战场上有良好的表现 4号J型坦克是最后一个生产型号 在战争后期 为了加快坦克生产 该型坦克将炮塔上的观察孔全部取消 并去除了炮塔的电动旋转装置 从而使炮塔的生产简单化 同时也减轻了坦克的车重 再加装了一个燃油箱后 该型车的最大行程增加至322公里 J型坦克的结构与装备 与H型基本相同 直到二战结束 一共生产了1700辆 4号最后的两个型号 证明其作战能力和稳定性 与早期4号坦克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德军4号坦克是德国后期装甲力量的顶梁柱 战场损坏率极低 远远超过虎式 黑豹和虎王重型坦克 而且10辆坦克 4号坦克被盟军击中大约有7辆 可以进行快速维修后 再次投入作战 总结 4号坦克是整个二战德国装甲部队的主力 在面对苏联T34中型坦克 和KB-1重型坦克的威胁下 考虑到当时德国实在不能在短时间内 立刻拿出一款新锐坦克来 因此也只能兑现有4号中型坦克进行升级 而4号坦克的生产较为便捷 成本也较为理想 所以就在战争里被大量生产 升级后 4号坦克实战结果证明是非常成功的 4号坦克作为一款在战前开发的坦克 在战争过程中立下了巨大的功勋 成为了德国装甲部队的中间力量 即便是在虎视和黑豹坦克事件增多的时候 4号坦克依旧在德国装甲部队有立足之地 不曾和3号坦克一样被停产 4号坦克被德军形象的称为军马 这些冲锋现阵的钢铁战马 和大量的成本低品质优 性价比极高的3号突击炮 一起成为了抗击苏联坦克洪流的中流砥柱